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登陆点不一样 各地的风雨状况也会不大一样 如果这张路径图是气象局下午公布的最新资料 我们用这张路径图来看的话 最主要明天礼拜六的时候 这个海回台风会逐渐的接近台湾 接着预计在礼拜天的清晨的时候 暴风圈会开始碰到台湾东半部的陆地 接着礼拜天的中午前后 中心将可能从东部这一带登陆 不过到底是从宜兰花莲或台东 目前还要持续观察 接着持续往偏西的方向移动 预计在礼拜一的下午过后 中心会进入台湾海峡 离开台湾本岛 礼拜一的深夜之后 暴风圈才有可能会脱离台湾本岛陆地 所以如果以这条路径来推估的话 整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 我们提到就是落在礼拜天 一直到礼拜一之间 也因为路径往南边修正 所以这冲击最大的地方 原本是在北台湾地区 现在变成是在登陆点附近的花东地区 接着台风往西走 南风上来 南部地区也变成要严加戒备 当然中部伊北东北部 都会进入它的暴风圈 所以我们提到这次全台各地都会有影响 当然东半部跟南部 以这路径来看可能是影响最大的 各地的风雨状况 我们透过卫星云图一块了解一下 云图上可以看到 这个海魁台风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未来强度还有机会再增强一些 预计就是以中度台风的等级 来侵袭影响台湾 以明天来看的话 明天台风事实上是在逐渐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所以明天主要影响的还是外围环流 过来之后 包括了北部 包括了东半部 明天整天都会有些间歇性的雨势 尤其明天深夜之后台风更接近 到时候在东北部地区的降雨状况 会进一步的明显增强 中部南部明天也会有短暂雨 但是中南部明天的降雨 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雷震雨为主 午后提防局部大雷雨的出现 而接下来 等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暴风圈逐渐笼罩全台各地 中心可能从东部登陆 礼拜天这一天 全台各地都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 尤其以目前的资料看 东半部地区 沿防强风好雨发生 台风往西移动之后 南风上来之后 南部地区在礼拜天的下半天 尤其在傍晚晚上过后 整个风雨状况也要明显的增强加大 接着下礼拜一的时候 台风中心虽然慢慢的要进入台湾海峡 但整个环流划上来之后 可以看到礼拜一 东部南部持续会有比较强的风雨发生 中部以北也会有明显的震风跟震雨出现 预计要等到下个礼拜二之后 风雨状况才会缓和一些 但目前看天气也没有办法 那么快就稳定下来 所以最后为各位整理一下 整个台风影响的时间表要告诉大家 这个中度台风海回 未来路径还会有变数存在哦 明天来看 北部东半部主要是间歇性的降雨 中部南部主要是午后雷雨 明天台风是慢慢接近 但接着礼拜天到礼拜一 是整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 全台各地都会受影响 尤其目前的路径看 南部东部影响最大 当然还要观察 未来到底路径还会不会怎么修正 明天天气透过TUKA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受到台风环流影响 北部地区就开始会有一阵阴阵的雨势出现了 基隆27到30度 台北27到33度 新北27到33度 桃园27到34度 新竹27到33度 苗栗26到33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明天同样也会有降雨 尤其留意午后加进热地作用 可能局部地区会有大雷雨出现 台中28到34度 彰化27到33度 南投26到33度 雲林25到33度 嘉宇26到33度 南部地区明天同样主要也是午后的雷震雨为主 台南27到32度 刀雄27到32度 屏东25到32度 而东半部地区明天主要是在台风外环流影响之下 有些间歇性的雨势尤其在宜兰地区 在明天的晚上入夜之后 整个雨势会进一步的增强 宜兰26到31度 花莲26到32度 台东26到32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也都会有些降雨的情形 锁定台式气象 屏台每天跟你聊天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